曹操的诗都是可以合约的 曹批基本上也是这样 曹执的诗很多是不合约的 曹批的不合约之后 我觉得是受到词负的影响 我提到的 高度的修词性 是趋向这个 那么趋向于受词负的影响 趋向文词的华美 所以他走上了一条路 就是说我简单的来说一下 其实这个线索 其实就是说从 从岳府到这个所谓图诗 这个三朝这里就可以有体现 对不对 三朝这里有体现 然后这个图诗往前的发展 是怎么个情况呢 那实际上当然有这个古诗的一路 对不对 就是我讲古诗是就守这样一路 对吧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 像潮值 像 路基 是这样子一路往下发展的 那这个潮值路基 然后这个 这条路 走下去的 这条路走下去的 那么这个古诗这条路往下走呢 就是基本上我讲的 就是说像 软值啊 到这个 好前啊 大概是 那个以后发展 实际上是有这两条路的 上面这条 上面这条线索呢 当然是当时的主流 当时主流的文人啊 是趋向那个华美的那条路啊 这样一个趋势 这个呢 基本上是质朴的啊 比较古朴的 比较自然的这样一条路往下发展 所以这 这个是主流啊 这个实际上可以讲 是一个支流 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到了这个 呃 齐良这个时代呢 到或者说 宋齐之间呢 发生的这个变化 这个变化实际上就是这个 那到审约卸挑 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就我去讲 用这个话 就是所谓它要 所要远转 要流美 这个是 这个当然也是走美的一条路 但是有这样一个变化 那么这个变化当中 实际上是 两种因素 一个呢 是这个 南朝岳府对它的影响 我们可以举出这个例子啊 我这是 刚才提到过这个 这个卸挑的例子啊 这个 沈约也有类似的 这样的作品啊 这个 因为这些呢 是重新是合跃的 短小的形式 非常的流利啊 这个是有一个 有一个方向上的影响 有一个影响 可怜随家妇 这个妇人啊 可怜随家妇 随家妇 缘戏喜树竹 明月在云渐 条条不可得 这样的作品 其实很 很多的啊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一个影响 所以岳府实际上 你从影响 从这个方面来看 可以非常清楚地 看出来很重要的一个影响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们自己的一个努力 就是所谓的 就是所谓的这个永明声率 我就讲那个 声调上的一个那个 这是一个方面 所以这个之间实际上是有一个变化的 是有一个变化的 是有一个变化的 所以诗歌大概可以是这样去理解 首先我就强调的就是说 岳府 林哥对于这些人 对于这个诗走向 所谓这个远转 走向刘美 实际上是有影响 这是第一个我想说的 第二个呢 就是说这个里边 重要的诗人 实际上一个影响 影响里边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 今天是被目为大诗人的那个包照 包参军 包照 包照实际上是受到这个岳府 非常明显的影响 我们现在的研究也基本上都是 这样子确认的 包照呢 基本上是出生一个寒门 某种程度上跟左诗是有相似 之处的 他作品当中有 也充满那种激情 往往是用那种放纵的 自由的那个笔调 去书写自己的怀抱 他有些事是非常的 这个我讲到过 就是上次讲到那个 太康诗歌的柔情和激情的时候 提到过 包照的诗里面也有这样 比如说包照做了很多 这个岳府的所谓 你做你提 他很多都是带什么什么 你什么什么 这些实际上都是 都是对于过去的那个 岳府作品的一个重写 或者说你做 他比如说你行路南 那个是非常有名的祖诗 里面讲对岸不能识 八剑记住长叹息 丈夫身识会记诗 怎么怎么 最主要是你看 自古圣仙尽贫贫荐 何况我被姑且知 自古圣仙贫贫贫 这样的话就说出来 然后比如说他那个诗 那个诗写得蛮好的 泄水至平地 他说这个水往地上一泼 泄水至平地 各自东西南北流 人生亦有命 安能行探 夫作愁 安能行探 夫作愁 这里面都是很有力度的 很有力度的 他所以对包照来讲 他可能是积极要追求公民 追求入室 不愿意被埋没的 是这样的 而且包照的这个很多的诗 这个大家的研究都指出来 就是说他这个 他比较的这个艳丽 他比较走的这种 比较艳丽的这个路数 实际上是受到 这个岳府的这个影响 受到岳府的影响 包括其中这个所谓 它包照在七岩石的发展当中 是有它的这个重要性的 七岩石的发展当中 有它的重要性 它的这个拟行路栏当中的 第一手和第三手 基本上就是这个 完全的这个七岩石 七岩石做的比较多 但知道七岩石实际上 是一个比较熟的尸体 是一个比较熟的尸体 就并不是一个 并不是一个牙的尸体 所以这些方面 包照都体现出这个 民间岳府的这个影响 民间岳府的影响 包照我就是非常简略的 在这里提一下 非常简略的提一下 在前面是讲了 陶渊明到谢灵运 是东径静宋之间 谢灵运到这个谢挑 实际上是宋池 然后到下面池良 很重要的就是这个 所谓的宫体 就是这个宫体的问题 森律和宫体的问题 前面实际上已经提到了 就是这个时候的一个 池良的诗 在宋池之间 那个诗有一个变化 像沈约 谢挑 他们在池永明年间 这个活跃 在文坛上的这一批人 他们的变化 之所以会发生这个变化 一方面是有 岳府民歌的影响 另一方面是 他们自己对于 声率的一个影响 前面这个一条线索 我给出了这条线索 就可以看出来 我之前也讲到过 就是说这个诗歌 离开音乐之后 他最终是要寻找 他自己的声韵的协调 寻找他自己的音乐的美 这个音乐美 不是真的不是 那个音乐旋律的美 配合旋律的美 而是他立足于本身文字 诗的那个文句的 那个声韵之美 那个节奏 那个规律 要寻找那个 那个东西 那么这个过程呢 像所谓永明声律的 这个 这个永明体的 这个尝试和努力 这批人的努力和尝试 都可以看成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的一个结果 看成这样过程当中 的一个结果 那么这个 在形式上的追求当中 也是六朝诗歌 非常重要的成就 我前面讲了 那一开始追求 辞到的华美 追求队友等等 对吧 那这个声音这方面 声韵的和谐 这个方面 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方面 非常重要的方面 是到了 时的永明年间 才最后成就 最后成就的 那么这个成就呢 这个 很重要的一个是 就是所谓的 这个四声 所谓四声八病 关于八病呢 还是有争论 就是八病到底 是什么时候有 当时是不是有 所谓的八病 是有争论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文献 八病的文献 准确的文献 实际上是在唐代才有的 但是没有疑问的 四声在当时 已经非常清楚了 他们当 这个沈约这些人 都非常清楚了 而且呢 他们运用这种 四声的知识呢 来进行这个 分析 来进行诗歌的 这个尝试 诗歌写作 这个是非常 自然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用沈约 自己的话来讲 沈约当时 做了这个送书 送书 送其良辰 这个送书 是他在奉命来写的 当然他那个 不完全是他自己的笔触 他是把以前很多 集合在一起 所以他在很短的时间 也就成书了 但是里边有一个 大家知道 就是谢灵运 谢灵运有一个传 送书的谢灵运传 传之后呢 有一篇论 谢灵运之后 有一篇谢灵运传论 这篇论呢 就是在这个 附在这里的 那这个呢 实际上是 对整个这个 以前文学的 文学史的一个回顾 一个微型的 一个文学史 脉络的一个勾勒 他里边是这样讲的 他说这个 前有福生 后须窃想 一简之内 轻重惜矣 这是他自己在这个 送书谢灵运传论里面提到的 所以可以讲 是他的夫子之道 那个当时的永明体 或者静体师 就是以这个为基础的 他基本上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 整个这个诗 这个一首诗 这个句子 所谓这个一简之内 因运尽书 两句之中轻重惜矣 就是说一首诗 当时主要是五言诗 对不对 五言诗的这个句 一句诗里面 这五个字当中 或者说上下两句 两个对句当中 这个都要有变化 所谓这个 福 所谓这个窃 所谓这个轻重 对不对 轻所谓重 都是说有变化 是不同 是要有差异 是要有不同 是要追求这个 生运的这个 生调的这个差别 中国过去的诗里边 中国过去的诗里边 大家知道 这个运是非常重要的 轻重细 细就是兜啊 轻重细意 都是都是不同 因运禁书 都都要 就是都有不同 西意也是 禁和细都是说都 都要不同 西意禁书 中国过去诗 大家知道 都是有运的 很早都有运 有各种各样的形式 有聚集 有聚集押运的 有格局押运的 以前这种非常之多 但是中国诗歌 从来没有人 非常明确的讲 比如五言诗当中 这个五个字 或者十个字当中 这个字和字之间的 这个声调 要有错落变化 这之前从来没有人 这么明确的讲过 但我们回过头去看 现在有研究 回过头去看 比如说你从朝职的 这么白马王彪 这个序里边可以看到 有些实际上跟唐人 这个非常的近似 或者说完全一致 有些非常的 就是也都 也都有这个错落变化了 也都有错落变化了 但是从来没有人提过 就是永明这些人 他提出来 就是除了这个运之外 运大家知道 就是压运 运为 压这个运之外 那么这个除了运之外 除了这个运之外 还是要这个不同的 是每不同的字 这个五个字 十个字当中 是要有差异 是要有变化 所以他们提出这个要求 所以这点大家知道 到后边 所以才有后来的 所谓静体格律式的 这个什么 屏则的关系 四生的二元化 就是出向于屏则 屏则来确定 这个之间的 这个关系 那么这个 这个其实非常有意思 这个是从 这种影响 是从哪里来的 怎么会有 这样一种追求的 那个就是 很简单 我基本上是 在这点上 我比较相信 很可能是受了佛教的影响 很可能是受了佛教的影响 就是我这里面讨论非常复杂 这个陈寅薛天 那时候写过一篇文章 叫四生三问 他认为这个 实际上有佛教的影响 但是我想陈寅那个说法 可能有一定的偏差 有一些人的意见也不同意的 有很多人是不同意这个说法 一些专门研究这个 研究这个问题 并不完全同意这个说法 四生三问 他自问自答是三个问题 他来做 关于四生这个问题 提了三个问题 然后他来回答 陈寅薛天 那个有谈论 但是呢 就是说 最简单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 那个实际上关系是这样 我最简单的话来讲 这个学术史的这个回顾 就是说 最简单的话来讲 我前面已经说了 运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所有的中国诚人都知道 有押运之前大家都知道 但是没有人说 这个诗当中的这个字 比如说 这五个字 一二三四五 这五个字要有不同 不能都是平生 不能都是这生 或者四生当中 都是一个神调 是要有不同 那么这个观念 是到哪里来的 很可能说佛教影响 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佛教里边 有一种这个 当时知道佛经翻译 是很多很多了 但是佛经翻译 大家知道 从东汉后期就开始翻 到那个时候 非常成熟 那些大师都已经出来了 像旧姆罗诗这些的 都非常成功的 那些大师都有了 当时的这个佛经里边 大家知道 跟印度的那个文化 是有特别 它很多是说唱传统 就是有诗文里面 你看那个佛经里面 它有韵文部分 也有诗的部分 所以我们诗的部分 可能翻成五言 翻成七言 对不对 大部分是五言 就中国汉译佛经 里面五言 就是那个有 它运文和散文的部分 它实际上是个运散结合的 佛经实际上是个运散结合的 就是原来的梵文 或者原来的这个 西域的胡文 它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特点 反正汉文也可以看出来 有运文和散文的部分 那么关键是在 那个运文的部分 运文部分是什么呢 就是当时用一种 所谓守儒家尸体 守儒家尸体 这个守儒家尸体是什么呢 一般来讲 绝大部分的 人家研究过 中古时期翻译佛经 翻译成汉文的佛经 大部分用的那个尸体 都是守儒家尸体 有原文的 就是用守儒家尸体 守儒家尸体在凡文里面 是怎么样的 它基本上是 一个诗行 是八个音节 一个诗行是八个音节 八个音节 然后呢 一共是一般是 有四行诗 构成一个小诀 构成一个小诀 这个大家也都可以理解 那他们这个音节是什么 他们音节跟中文 中文的特点是不一样 现在比如说 一个外国人学中文 最困难的实际上就是声调 对吧 他这个是四声语的时候 他读不准 那么他实际上不是 这个声调的问题 他们是一个 他们是一个 长音和短音的问题 他们没有 不是一个声调 差别的问题 是一个长音和短音的问题 但是在这个 首如家诗题里面 这个八个音节 两句诗里面 现在的研究 都已经指出来 这个两句诗里面 这个十六个音节里面 差不多大概有一半的音节 是规定的 就在这个地方 必须是长音 在那个地方 必须是短音 有些部位呢 可长可短 可以是长音 可以是短音 就是说这个长短 在一定 在差不多 一个对 两句 两行诗当中 就是单数 单数的诗行 和偶数的诗行 这十六个音节当中 大概有一半的音节 是确定位置 是确定长音和短音的 那这种体式 其实当时很多人都知道 中国人呢 实际上中国人 我这里不能展开讲了 其实中国人 对于这个 对这个繁文的了解 其实比我们现在要 当时中古时期 对于繁文的了解 其实是非常的多的 像我相信 像谢灵韵是学过繁文的 他是对繁文 有相当了解的 留学也是有一些 基本概念的 有一些知识的 很多人都是知道的 所以当他知道这个 你可以想 当他知道这个 十六个音节里面 有差不多一半的音节 是规定位置 是长音和短音的时候 所以这样一个意思 肯定启发了中国人 中国人启发的那个 它不是用长音和短音 来表示 因为中国的语言的特点 它不是长短音 它是有声调 有四声的这个变化 四声的不同 所以他就开始考虑 在不同的位置上 要有用一定的声调来确定 就那个声调上 应该是长音 那个声调上 应该是什么音 平散去入 应该是安置什么音 这个大家明白吗 明白 像受了这个启发 所以这样子确定 所以现在的很多的研究 把沈约的诗拿出来 把永明那些诗人的诗拿出来 进行排比来看 其实可以呈现出 有一个大致相似的一个规律 就是说他们实际上 已经在努力尝试 在中国的诗当中 是五个字 对不对 是五颜诗 在这个里边 它尽量在一定的位置上 已经明确 比如说凭着的规律 那我们现在当然我们现在看 如果你们就看那个诗诗 诗诗 比如说王立的诗诗格律 对吧 他告诉你有平起诗 这几诗 那个当然是静起诗成熟以后 唐人以后总结出来的 但是当时他们其实已经有 有比较明确的这样一种 这种要求 那么所以他中国的这里讲 可能就是在这个诗生 或者评测上有这些要求 对不对 但是他们俩就是在长短上 有这个要求 有这样的差别 所以受到佛教影响以后 他们开始对于诗歌本身的格律 有一个自觉 在诗五个字或者十个字当中 对声调的变化错落 在特定位置上 对应该安置什么样的声调 显得这首是和谐 读起来声调和谐和流畅 其实有这样的追求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很重要的 促进了这个所谓的 有名声律的发展 有名声律的发展 对这个当中 我相信是有这个佛教的 佛教文化的这样一种影响在里边 佛教文化的影响在里边 是这个要求大性替ys水 字幕 浙子 出了